据路透社报道 德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法案 允许德州居民在没有任何许可证的情况下 携带隐蔽式手枪 加入了其他20个已经采取此类措施的州的行列 州长阿伯特称 该法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他表示 这将把德州变成第二修正案的避难所 在这里 任何新的联邦枪支限制都不会得到执行 据德克萨斯论坛报最先报道 德州立法机构网站称 阿伯特在周四举行了正式签署法案的一事 但他其实已在周三将法案签署违法律 该法将在9月1号生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9年 美国因为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 为38707人 远远高于其他的任何发达国家 2019年是完整统计的最新年份 進行一个月 李兰森 明天 靖 以 Ч 臭 0000